今天的馬路就是Panda-san 其實Panda-san就是我的露營性愛解放老師 想起來又有點痛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找他做嘉賓的話 一定要來露營的聖地朝聖一下 大家經常都以為我好像有很多露營的經驗 或者是外地的經驗 但其實露營來說我也是第三次而已 不過原來也有一種單拖旅行的感覺 因為都是去一個你完全不熟悉的地方 然後做一些很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 你煮一些你平時不會吃的東西 好像我們剛剛早餐一樣吃了兩塊肉眼 肉眼扒 兩人炒了十隻雞蛋 吃飽飽就找個地方坐下 我想大家都對Panda其實也有一些認識 他時不時都會在我們的短片出現 其實我和Panda已經認識了十七年了 究竟十七年的朋友是甚麼一回事呢 其實我們又不算很友善 但是你說是不是不友善呢 又不是 為什麼呢 其實我和他就是中學的時候認識 從古到今其實你都是比較溫淚的 你只是放很多時間在女生身上的 通常我都是condom來的 如果聊聊一下電話 我女兒打來了 不再說 然後我就會被人收線 即是大家都不會有任何環流的 然後我們中學之後其實是幾年的時間 真的少了聯絡 直到我找你幫忙拍我的畢業作品 又多回聯絡 但拍完之後都好像是少了聯絡 到我讀完出來入這一行的時候 變成大家的聯絡又會再多了 所以其實我們這十七年裡面 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有東西要合作 才一起多一點 說回來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是挺影響到你的一件事 因為我找你幫忙拍我的畢業作品之後 你是因為受了我的影響而入了一行 本來你是在讀飛機維修 對 當時我是正在讀完的 跟他拍完一個畢業作品之後 就突然覺得這件事真的很有興趣 就覺得很棒 不如我都嘗試一下讀這方面的東西 然後就入了行 出來之後 大家同行你就自然會多了很多事情談 還有好像歷年來你的女友們 都不是很喜歡我的 其實只有兩個 哈哈哈哈 不是真正上的討厭 是純粹覺得好像見我多過見女朋友 是的 但事實上又不是 我覺得是因為話題上 他們會問起一些關於朋友的事 很多時候都會扭起你 他就覺得這個人 好像經常存在他們的話題中間 又是這個人 都教壞了 一般的女朋友 都會討厭男朋友身邊的兄弟 我覺得都很正常 因為經常會提起 還有我記得當時 其實有一件事 通常當你身邊的朋友 兄弟和女朋友可能久了 悶了 就會開始想約身邊的朋友一起去玩 你記得你曾經有這樣聊過 有段時間很初期的 找到我的居心是什麼 我真的不記得 是否因為你們開始悶了 我覺得不多不少會是 那你就想有些 即有些衝擊 我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我不幫不了什麼 為什麼呢 我平時跟你聊過的事 是女朋友不聽得懂的事 同樣道理 你女朋友也是 我在這裡的時候 他又不方便 你講某些話題 如果你當初沒有入行 我們不算是同一個行業 我們會不會 維持到現在呢 我覺得不是同一個圈子 的確是難維持很多 應該斷了很久 畢業之後那幾年 你都會很有動力去做敘舊 這件事 但你去到大概二十五年後 你會覺得 其實我對這個人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不如算吧 好嗎 曾經有些人說過 要什麼關係都好 就算朋友關係都好 其實都是要保持經營 但好像是否不需要 去強行經營朋友的關係 其實自然就可以 沒有就沒有就有 其實你是否需要很多朋友 那你會很自然的 其實你不會是很刻意的 那本身都要我們都真的夾 才可以保持這麼久 如果純真的只有工作關係 我差點想說 純真的有肉體關係 可以保持這麼久 如果你要刻意經營那些朋友 其實是辛苦的 我們其實是沒有刻意經營的 是的 只是剛好很多東西 有多了接觸點 就算我們多久沒有見 然後我們一聚在一起 其實我們說的話 都是一些沒有營養的東西 是的 其實我覺得跟我們 都是說廢話 其實跟我們最初識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不只是朋友 是人與人之間 其實就是不會永遠都很friend 可能我這段時間是跟你friend些 或者想法上 或者可能做事上 是近一點的 那就friend些了 可能我們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大家有些 經歷了不同的事情 有些事情成長了 那就沒有那麼friend 可能遠一點了 也會 大家要接受一件事 就是不會有永遠的好friend 這件事的存在 我不知道是你夾我 還是我夾你 因為其實我個人 是比較奇怪的人 比較孤僻的人 而你是一個比較萬能插 比較萬能插鬚的感覺 你好像可以跟很多人 都可以相處到 我個人是這樣 即是跟很多人都很容易 聊得到去夾 但為什麼我實在 你一路說 我整個腦袋 都不是在想朋友的事 但是迎合而已 你迎合完是否舒服 對 為什麼這麼噁心 對 你萬能插 但不是每樣東西都舒服 有一些女性朋友 曾經跟我說過 她很羨慕男人之間的那種兄弟情 因為她覺得 會比女性的那種姊妹情強很多 她說即使女性那種所謂的朋友 都總會存在著一些妒忌 明真暗鬥 即可能沒有明真也有暗鬥 或者可能都會有少少的基心 她覺得男性那種兄弟情好像 簡單一點 純一點 爽一點 其實我覺得是 首先戴頭戒 我不知道女性是否全部姊妹情都是這樣 可能我覺得是關於男性 你本身男性是不會再想那麼多暗瓦底的東西 即是很表面 是因為其實想不到 因為男人是很簡單的 即是不會想那麼多 男人本身是一個頭腦簡單的物種 可能女性本身天性是比較神經敏感 可能男性的共通話題比較 其實都是不外乎 負責和女性 對 那邊 3時 3時 嗯 這樣就是了 整件事很簡單 男人就算有哪些不合共 也有一個永遠的話題就是女性 大家是好色之徒 也是這樣專一 都是識字頭上每次都是 經驗之談 男人比較麻煩還是女人比較麻煩 絕對是女人比較麻煩 不是麻煩 對 他不是麻煩 很難說的 他不是麻煩 他只是比較 應該用甚麼意思呢 很難說的 緊張一點 細心一點 他很容易感受到一些問題 而我們男人就覺得那些問題不是問題 我們就會覺得麻煩 對 沒錯 所以女人經常覺得我們男人 一坐在這裏就覺得你不出聲 是不是這陣子工作不順利 其實男人就是有時發呆 就是發呆 我純粹在這裏 蛤 甚麼 甚麼事 生氣甚麼 其實我就是甚麼都沒想 我甚麼都沒想 我就是發呆 我們有時常說笑男人之間 那個女生有男朋友 那就好了 因為對手只有一個 但其實我們男人怕麻煩 最好的龍門是沒有人的 沒有人之餘 最好是沒有別人踢球 只有你而已 只有我踢而已 最好是那個龍門是很大的 對 即是怎樣射都入 怎樣射都入 怎麼這麼噁心 其實怎樣射都入不是那麼好 我不知道你覺不覺的 尤其當你出來社會工作後 有很多身邊的朋友 都會有很多跑步 要是說我要踢球 我要打球 或者我要露營 我要行山 總是諸多很多這些戶外活動 尤其是那個人有另一半的時候 他這些戶外活動會更多 你覺得這個真的很想玩 還是 我覺得真的要逃避一下 逃避現實而已 不是逃避另一半 對 跟另一半相處是很開心的 對 只不過現實有很多壓力 就想找一些東西抒發 但又不想抒發在另一半身上 即是他不想把自己的壓力 只是跟另一半去掃腐 他不想把壓力令到對方也有壓力 不過我聽說有些有車的朋友 他經常下班 駕駛車不是馬上回家 是嗎 就會去一些橋底 呼吸一下 在享受一下他的人生 你身邊有甚麼朋友是有車的 可能他很喜歡游車可的感覺 正如我們露營 我們都喜歡在營業內 他有車喜歡在車內也很正常 正常 你有個女朋友也很想在 我覺得男生很多這些活動 其實另一方面 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去跟朋友聚咎 這個也是一個罪咎的好機會 有時因為只出來吃飯 其實哪有這麼多話說 對 勉強了很多尷尬 我覺得我們男生天生是不聰明的 就是不懂得做一些很哄人開心的事 不聰明的 女生是很聰明的 我馬上想到的是 女朋友是很容易哄男生開心的 但是男生是很難哄女生開心的 男生的要求低 但是女生的要求不同 很多樣化 是要全途服務 對 我又要心靈上 又要物質上 我不是說女生有物質 只要說都需要這方面 但是男生就簡單 只是一起就舒服了 對 沒錯 最重要是在身邊 對 其實我們要求低了 最重要是愛的人在旁邊 我的表情很真誠 有沒有因為這場運動 或者可能立場不同 看法不同 跟朋友絕交 或者沒有再來往 我自己又沒有說 跟某些人特意絕交 但是很自然地 因為大家的政見不同 你一定會少了話題 是否政見不同 就真的以後都沒什麼做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不是 不同的地方是 除了黃藍 我們多了黑白 黑白這就是完全對立的兩件事 這個就有機會 真的沒有朋友做的 黑白分明 對 太黑白分明 對就對 錯就錯 但是如果有時工作上 你會不會特別去避免跟政見不同的人一起做事呢 因為你不知道他會不會陰你還是怎樣 有時你未必很清楚他們的立場是什麼 Touch Root 你是要被人刺 你是避免的 你一定會中招 你避不了那麼多 很慶幸地 我們還是在同一個陣型 很慶幸自己身邊的朋友 原來是同一個陣線的 就算沒有保持聯絡 你會突然有些好像老懷安慰一樣 就是沒有色彩這個朋友 對 最怕一些曾經朋友突然才發現大家的陣型不同 其實我當時是不是真的跟他的朋友呢 還是真的要承認我跟他不是認識好心呢 每天7點記得看影片 追蹤Facebook IG 和Youtube 那就真是 適合頻道了